第四个样本程式就是关于列表的应用 在这边我们用一个例题来彰显出列表在我们计算物理当中 在处理数据分析数据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我们应该要非常熟悉列表的使用 好我们来看这个样本程式 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有一个列表A 用中刮符与中刮符所刮注的这些数据 在这边都是整数 所有这些整数代表某一次考试学生的得分状况 好在这边我们先用了一个LEN的指令 来考察A这个列表当中 究竟有多少个元素 这边总共有几个整数在这个列表当中 把这个总数用M这个变数来储存这个整数 所以如果一打出 直接打出M等于多少 就可以看出总共有多少个元素在这个列表当中 然后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分数 大致上是落在0到100之间的层数 把它切割成10等份 这10等份就是以10分为一个区间 我们要计算每一个区间当中 落在这个区间当中的学生人数 为了要做这个计算 我们一刚开始要先归零 归零我们创11个变数 来准备计算每一个区间当中的分数 这个人数有多少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用11呢 请注意这个写法 L等于0 for i in range 11 这个写法的意思是 我创造11个元素的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的名称叫做L 这11个列表元素全都是0 也就是我们在前面累加 连加的这个程式当中 我们有个S S等于0 就像在这边的这个0的角色是一样 是一个归零的动作 但因为我们有10个区间 10个格子 所以我们应该要归零10个常数 这边为什么是11呢 因为我们考虑到 0到9是第一区间 10到19是第二区间 一直到这个90到99是第10个区间 我们要考虑到有可能有学生如果是100分的话 那么还要有第11个区间来储存100分的 取得100分成绩的学生的人数 所以我们用了11 假如有100分 我们也不要遗漏掉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做累加的动作 累加之前 当然就是要先知道 那 i 跑过 range m 的时候呢 就是跑过 a i 所以这边有个a i a i 就代表 这个列表当中第i 一个元素 第0 第1 第2 一直到dm-1 因为总共长度是m 从0开始 所以这个97 是dm-1个元素 好 我们把每一个轮流出现的这个 a i 把它先除以10 除以10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37好了 37除以10就会得到3.7 但是我们取integer 整数 就会得到37 0.7就舍去掉 所以我们会得到37 这个整数 除了10 整数部位会得到3 所以我就把刚刚所建立的 这11个列表元素当中的L3 把它加1 不管L3现在多少 现在如果是5的话 加1 L3就会变成6 所以这边又是一个连加的一个写法 加等1 就是把L KI KI就是3 把L3 以现在的数值再加1 OK 好 所以这个回圈 全部做完之后 我就出了回圈 再继续做另外一个新的回圈 这个回 新的回圈就是 一样I in range 11 对不对 in range11 就是我们刚所创的这些0到10 这些L 把它print出来 我print i i i x 10 就是 第一个区间的带头元素 第一个区间 第一个区间是属于 0 i x 10 就是0 x 10 1 x 10 2 x 10 3 x 10 代表着第几个区间 这个区间是属于多少十的多少倍数的区间 然后它累积了有多少个学生在这个区间当中 所以这个程式呢就在执行这样子一个目的 最后就把这个 这一次考试的成绩分布就把它分析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执行的结果 好同学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m等于82 对不对 就表示出在这个列表当中有82个元素 这82个元素我们陆续的跑过它分别的打出了 分别的把这些统计完了之后 在最后一道指令打出了 在第0个区间没有任何学生 第1个区间也就是10 就是这个10到19 这个区间的学生人数总共有5个 好那是哪5个呢 我们一眼看一下从这边看过来 19这是一个 13也是一个这样有两个 那究竟还有哪些呢 这个要慢慢看对不对 所以下面呢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 用电脑自动帮我们找 然后打给我们看 我们在下面在回圈当中加这么一行 OK 加这一行如果 Ki等于等于1的时候 就是这个条件满足的时候 应该有5个 把这5个都打出来给我们看 打出Ki确实是1 而且现在的i是第几个元素 那这个元素的内容 到底是落于10到19之间的多大的一个数字 好我们 试着来执行这个程式 好执行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一刚开始就在这里 82对不对 82 然后 在 这个回圈当中 当 Ki等于1的时候 Ki等于1 有这几个Case 这几个Case的Ki等于1 好 我们把这个稍微调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当Ki等于1的时候 第一个出现的 是出现在 i等于12的位置 i等于12的位置 大概就是这个19 所以 它的内容就是19这个整数 其中的元素就是19 第二个出现的是在13的位置 刚刚这是19 这就是13的位置 内容刚好就是13 在下一次出现的时候 在18的位置 所以这如果是13 14 15 16 17 18 这里16 对不对 所以 在18的位置出现了16 以此类推在40跟52的位置 分别会出现18跟12 所以我们 找一下18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还有在第52的位置 有个12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样就看出来 没有错 总共有5个也都 被我们确认了 好 这就是多加了这一行 又帮我们打出了 这里头满足 k i等于1 也就是 第一区间 第一区间的5个元素 分别是哪些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简核 好 最后呢 那当然就是打出了最后的分布的情况 最后的分布情况是 第0区间 0个 第1区间5个 第2区间 有12个 以此类推 分数 分布人数最多的区域是第4区域 介于40分到49分之间 总共有15个学生 好 这个就是最后 这个统计分析所得到的结果 他所使用的过程呢 就是用到了这个list 它的基本的一个用法 希望同学们学会了list 该如何用 好 接着我们来学习如何使用函数复程式 好 在这里 我们写下一个函数复程式的一个定义 它的写法 第一个是 defdefine 开头 然后这个函数复程式的名称 我们叫facto 然后 一个引述n 作为这个函数复程式的输入 因为我们想要做的就是n阶层 所以如果一进来的n如果是0的话 ifn等于等于0 表示是零阶层 零阶层就不要算了 因为零阶层的基本定义就是1 所以就return1 请注意 return1 这个指令 就把1 这个结果回传 给主程式来使用 而且 return就是回传了 回传就结束了 所以如果n等于0的话 执行到这一行就结束了 而且回传值是1 如果不是0的话 就要往下继续走 一刚开始把s等于1 先归1 因为我们要连乘 而不是连加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整数呢 先起头的整数应该是1 然后看你要出现什么样的i 在这个回圈当中出现什么样的i 就把它乘上s里头去 所以这边有一个s乘等 这样的一个连乘的运算 在这里头 所以i是什么 就把i乘到s里头去 然后把乘完的结果定义为新的s 把所有的都跑完之后 就return这个s 作为回传的值 也就在这边结束了整个 副城市的计算 好 请注意 我们的函数副城市的写法 是一样带一个冒号 然后在这个函数副城市里头 要执行的指令全部都退四格 从这一格开始打 好 那么 这个函数副城市 重要的是要有输入值跟回传值 所以有个return 所以这是我们在使用上要注意的 那么在主城市当中 只要你需要用到这个函数副城市的话 函数副城市必须在主城市用到它之前 就必须先定义 所以这个部分必须写在主城市的前面 才能够在主城市要用到factor factor这个函数副城市的时候呢 它已经被定义了 所以就可以计算出i i 好 刚刚我们有这个回圈 是1到n-n-1 因为我要做n阶层 所以是从1 2 3 一直乘到n 所以这边必须是n加1 这样才能做到n 如果是n的话 只做到n-1 就结束了 好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做i in range 7 也就是i要跑过0 1 2 3 4 5 6 7不做 所以它应该会分别打出 0阶层 1阶层 2阶层到6阶层 所以我们会打出i跟s把它打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城市的执行的结果 好 我们可以看见0阶层等于1 1阶层等于1 2阶层是2 3阶层就是6了 3 2 6 4阶层4 6 24 一直类推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函数副城市做出来了 很简单的一个n阶层的一个函数副城市 接着我们想要利用刚刚定义出来的这个函数副城市来做一个应用 我们知道指数函数它的基本定义就是透过x 比如说exponential x 把x这个函数当中的这个变数把它取n次方 再除上n阶层 然后把这样的每一个项都把它加起来 这些项就让n从0到无穷大跑过所有的n所有的整数 这样子加起来的结果就是exponential x的基本定义 好 所以我们来看怎么样应用刚刚我们所定义好的这个阶层的函数 这个函数复城市来应用来累加这个极数求和得到exponential x 好 在这里我们把刚刚定义好的这个n阶层把它放进来 所以我一刚开始就用了 然后我就令n等于6 n等于6 n在哪里会用到呢 在这里会用到n加1 也就是我要做n等于0123456 我加6个像 我这个原则上是无穷大 可是我只做到n等于6 就停下来 好 我只做有限的像素6项而已 然后我要计算的是exponential 2 x等于2 x这个值呢 假如是2的话 那么我就是要做 x的n次方 x的n次方乘上n分之1 就是我要做的 所以每一次进来的时候 利用n是多少 好就带进facto n里面 就把n阶层算出来 去放在分母 再乘上x的n次方 然后加等在sum里面 就是把它累加在sum里面 这边我们最好避免一下 我们把它改一下 因为sum呢 是在python里面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函数的变数名称 所以我们用s好了 把它避免使用 Python内建的一些名称 还是用连加的一个变数s好了 s等于 好 这样就改完了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把 现在的n是多少 还有加到现在n为止的 所有的集数的总和是多少 把它打出来 在全部都做完了以后 出了for的回圈之后 请打出我使用的x是多少 那么加了6项之后的s 应该是多少 我这边加一个s n 我总共是n 而且我也把n是多少 也把它打出来 比如说 我把n等于若干 打出来 这边空一点点 好 这样子 我们来看 最后执行出来的结果 好 执行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见 0 当n等于0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程式里面 会打出ns 所以是0 得到的是1 1得到的是3 为什么是3呢 我们再想一下 当n等于1的时候 所以是2的一次方 所以是2乘上 这个1阶层 1阶层还是1 所以这边有个2 对不对 好 2 加上第一项的1 所以会得到3 我们再看第二项n等于2的时候 n等于2的时候 就要做factor2 factor2是2阶层 分之1 所以是2分之1 乘上x的2次方 x是2 在2次方就变224 4乘1分之1 等于1分之1 0.5 所以要把 这个 0 抱歉 不是0.5 这个 1分之1乘上2的2次方 所以是2 所以这一次的2 加上之前已经累积到3 所以2加3等于5 就这样算出来的 那3的时候你就注意 3 接乘 3接乘是6分之1 6分之1要再乘上2的3次方是8 所以是6分之8 6分之8是3分之4 3分之4是1.333 所以5加上1.333就变6.333 所以这就是 确实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在执行 最后执行到第6项 n等于6 的结果就是7.355 那7.355跟 无穷多项 如果加了无穷多项的Exponential X 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应该可以再比较一下 所以在 出了回圈之后我打出这一行 n等于6 x是2 然后 sn是7.355 这是我们的6项 n等于6 所做出来的结果 我们在最后使用了一个 mass.exp t就是用 这个Python的数学函式库里面 对Exponential X 所 储存的一个函数计算的结果 拿出来做比较 这个我们就给一个标示 Exponential X 应该是多少 所以最后算出来结果 Exponential X 是7.389跟我们刚刚的7.355来做比较 虽然接近 但并不是那么的精确 对不对 这就是做了6项之后的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 计算的一个精确度 7.355跟7.389之间的一个差异 如果你想要看出他们两个到底差多少 你可以把mass.exp 去减掉我们的近视值是S 把它做出来 我们把它做出来 你可以看出他的误差是0.033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像素从6改成10 我们再做一次 刚刚是0.033 现在已经变到这个数值 6乘以10的-5次方 表示更接近了 而实际的数值是7.3889 这边也是7.3889 到这一位都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知道随着像素的增加 这个趋近于精确的Exponential X 就会越来越靠近 这是关于这个函数副程式Factor 应用到这个极数的加法里面 同时请同学们注意到 我们除了自己定义函数之外 Python的函数这个模组里面 定义了许多的函数可以使用 我们要用的时候就把这个函数的名称 这个函数库的名称把它呼叫进来 Math就是一个重要的数学函数 函数的这个模组的函数库 所以我们Import Math就可以利用 Math.exp这样的指令来取用这个函数 这个指数函数出来取用 这是关于这个函数副程式的用法 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了